据英国检视防务周刊报道 8月24号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表示 为促进印度国防工业发展 确定了108种 希望只从本国军工企业采购的零部件和技术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隶属于印度国防部 主要负责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开发工作 目前 该组织正在与大约1800家 本土微小型、中型以及大型防务企业进行接洽 从而使这些企业能够参与到 印度国产武器的研发和生产中来 在早前的8月9号 印度国防部下发禁令 宣布在未来7年内 逐步禁止101类军品的进口 包括火炮、轮式装甲车、武装直升机、突击步枪、声纳、运输机、弹药、雷达、常规潜艇、通信卫星 以及舰载巡航导弹等 印度防长辛格表示 这项决定将在未来6到7年内 让印度国内军工企业获得价值533.5亿美元的合同 根据计划 从2020年12月开始 清单中第一批69种武器将被禁止进口 第二批10种武器从2021年12月开始禁止进口 第三批的禁令将从2022年12月到2025年12月逐步实施 印度国防部还表示 为避免武器进口禁令影响军队的作战能力 同时让国内防务企业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 未来这份清单将根据需要定期更新和扩大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今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装备进口国之一 从2015年至2019年的5年间 印度武器进口量约占全球武器总进口量的9% 仅次于沙特的12% 位居全球第二 其中 俄罗斯是印度最主要的武器进口来源国 占比达56% 其次是以色列法国和美国